这没事 蓝大量吃西瓜多美 干嘛要卖 我可不是那种 因为在城里买了房子 就把乡下房子卖掉的人 爸 三叔 你有空就去城里看看 把尺寸量好 我希望精细一点的 全部用老家常用的木料 扎实用着也放心 好 我肯定要去认认门 还是我大侄子有本事 给老赵家争光了 没想到还能在城里买房子 要是赶工的话 就把你爸也带上 不行再带两个徒弟 此时那些村民一个个都好奇 赵国庆还真买了房子 房子在那 还有人一直围着赵国庆 打破沙孤问到底 生怕是自己弄错 买了四间带小院子的 一千九百块 我姐夫也买了房子 一千五 三间带院子 那位置距离电话池 稍微远一点点 走路也不到十分钟 我的天啊 这赵国庆一下子 把他家都带发达了 兄弟两人都在城里买房 这是什么概念 真的是发财了 此时刘真芳 也被许多和他熟悉的父母化 刘婶子呀 你家孩子真的都出息了 你看一个个的多厉害 都在城里买房子了 你以后也是城里人 要享福了 你这命呀 可比你的大嫂王春花好 原来在老赵家的时候 那王春花啥事不干 一张嘴却高高在上 说他家儿子是大学生 他有本事 他有福气命好 说我和陈红梅是命不好 天生干活的 这话伤人呀 现在儿子争气 给我长脸了 这双唐我就说风水好 看国庆这一家 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 全村都是独一粪呀 你这钱人有水 水失财呀 这招财金宝的 能不发财吗 国庆呀 你在城里都买房子了 你这城里又有生意 你这一家 是不是要离开朝阳大队 去当城里人 你这刚盖好的新房子咋办 是不是打算要卖掉 周小五这话一出 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不少人眼睛闪烁着 看着赵国庆 一脸的期待 朝阳大队是我的根 卖啥 这房子刚建好的新房子 自然是不卖的 这没事 蓝大良吃西瓜多美 干嘛要卖 我可不是那种 因为在城里买了房子 就把乡下房子卖掉的人 乡下房子有地基 位置也宽敞 门口又有鱼塘 到处都是树 这么好的地方 我好不容易选中的 怎么会轻易地卖掉 对对 咱家刚修好的房子 我可舍不得卖 城里的房子再好 家里肯定还要有一栋 这房子呀 不会卖的 周小五一阵尴尬 脸上失望的表情 都掩饰不住 只能难难地说了一句 还是你们有钱呀 这么短时间 都有了两处房子 这要不是知道 你家在所生意 我都怀疑你们挖了个金娃了 国庆 你那砖瓦厂还招人吗 在家闲着没事干 想找点事情做 回头我问问 要是砖瓦厂活忙不过来 肯定要招人的 而且一定会在本村招 这一点大家放心 到时候 大家都有活干的 赵国庆这话 就像是给大伙打的 强心针一样 让今天来的不少村民 心底都踏实起来 大哥 我们也想进城看看 以前妹子想进城 但是趴在鹰山城迷路 回不了家 现在你在城里买了房子 我们就特别想去了 都去吧 那边宽敞的呢 我是打算到时候 让你们都进城读书 一个读高中 一个读初中 家里实在是不行 可以请三婶来帮忙做事 你们的教育也要提上去了 大伯一家嘴巴一掌 就说我们家都是你腿子 没有一个读书的料 你们进城了 可要听你们哥哥的话 你看你大哥多好 处处为你们着想 你哥给咱家争光了 给我这当妈的争气了 嗯 什么大男人 你今年才17岁 就是比友亲大点而已 你这也就个子高糊弄人 你还是个孩子呢 别摸国庆哥 男人的头女人的腰 只准看不准摸的 我妈这些天有些忙 只找一个人帮忙 时间短也找不到合适的 你在我家住镇子帮帮我妈 也算是帮我大忙了成不成 原来刘华在砖瓦厂干活的时候 手臂被烫伤了 所以赵国庆为了刘华的手臂 快点好起来才这样说的 嗯 姑我都是大人了 给东雪吃吧 你这孩子 什么大人 在顾面前都是小孩子 来快吃 都有了 吃吧 锅里还有锅巴粥 还有饭 多吃一些 这姚上太苦了 姚上生活可好了 吃猪油 每天还有一顿婚的 是我饭量太大了 非非 其实姚上都能吃 说啥呢 姚上是出大力气的活 我再给你装两碗白米饭 这鸡汤还有不少 用来泡饭刚刚好 看着刘华吃得津津有味 刘真方压低声音 对赵国庆说道 你看看你表弟 还是一个孩子在姚上干活 多辛苦呀 回头你可得想想办法 让他干点轻松的活 这你大就是老实人 表弟也是一样的实在人 有机会你可得拉着他一把 妈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要不明天你和刘华 一起跟我进城吧 在海上都没妹子 刘真方有些不愿意 说是家里走不开 刘华也犹豫 他想去 又觉得不好意思 你们都别犹豫了 全部都去 怎么这么磨磨叽叽的 我到时候和三婶的说一声 让他在家帮你看着点 有人来买碎油饼就卖 没有就把门给关上 能有多大的事情 呼不去 我也不想去了 去 去 都去 国庆连你外婆也喊上 大家明天都过去 那行 刚好拖拉机是空的 刘华你去把你奶奶接过来 算算日子 若兰回上京 也有好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他过得怎样 夏若兰的父亲叫夏红奇 母亲叫汪松月 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那个年代 少有出国的大学生 只是夏若兰从小 并没有和他们一起住 所以他们的关系 也就没有普通的父母子女 那样亲近 反而有点淡淡的生疏 这些都是 我去山里摘的郡子 黑木耳 还有竹森君之类的 这些东西能吃吗 上面都是土 看着脏兮兮的 有没有生虫子 这东西不会吃坏肚子吧 说什么呢 你又不做菜 你问问保姆 会不会做这些郡子 你要是不要我 拿回去给爷爷 爷爷最喜欢吃这些了 夏若兰皱眉 母亲属于那种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哪怕在家也从不做饭 而且特别挑剔 保姆洗的杯子和碗筷 哪怕上面 有一个手指印都不行 你在乡下真的去养猪啊 那个猪那么臭 那么脏 让你来喂 你这孩子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说老爷子最喜欢若兰 你看看若兰是最晚回程的 给安排的正帅 家事也差了许多 我都记得那正帅的父亲 最开始连大院的门都进不了 你少说两句 老爷子怎么会害若兰 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你就别埋怨了 老爷子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这些有用吗 若兰 你倒是说话呀 你怎么想的 你要是不同意不乐意 我和你爸拼着惹老爷子生气 也就要为你说道说道 这孩子的幸福不能耽误了 你们别说了 幸福 也许爷爷就是想我过的幸福吧 妈 我听他的 只是我过阵子要去江城上大学 最多也就是和正帅先相处先联系着 咱们不说这事了 我们难得见一次面的 夏若兰赶紧岔开了话题 想嫁给赵国庆看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越是难的事情 夏若兰觉得越是有挑战性 陪着母亲和外婆 在城里逛了几天的赵国庆 这回也到了省城近火 同志 你的包包 注意安全 可不能再被人给抢夺 谢谢你 我叫宋思源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今天可是帮了我大忙 这一点小意思多谢了 宋思源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 还有这姑娘这么大意 难怪会被人抢包 这包里看着这钱不熟 她就这样补睡房的 当着这么多人给拿出来 难道就不怕被人盯上吗 不用客气 姑娘你一个吗 你这样子最好有同伴最好 还有警察同志来了 我有点事情不能耽误太久 赵国庆在说话的时候 已经有警察赶来了 而这回了解情况后 就要把那长发男人压走了 你这拿货量太少了 而且都是要的精品货 真的没办法打折呀 要不你看一下那边处理货 可以给你打个九折 这已经是我们最优惠的条件了 说话的是这家的负责人 眼睛滴溜溜的乱转 一双眼睛总是盯着那些 漂亮的女售货员身上 这边精品货不能打个九折吗 那边处理货都是去年前年的老款了 不好卖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原价不打折 你要就要买不要算就算了 拿那么点货还这么啰嗦 都像你这样 我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这王主任这回摆了一张臭脸 还叮嘱旁边 向赵国庆介绍的售货员 说是以后这样的客人 不用喊他耽误时间 这么巧 又能碰到你 你这是看货吗 这批发布是我开的 你想要什么价钱 统统都打折 八折咋样 不行就七折 真巧 没想到这家是你开的 真是看不出来 这姑娘看着和自己年纪差不多 没想到岂不这么高 年纪不大 已经有了一个在市场上 数一数二的批发布 倒是蛮难得的 此时文讯赶来的王经理 恭敬地站在一边 却被宋思源一顿训斥 王经理 这王主任是你提拔起来的 怎么对待我家客人的 这样的人能当主任 我怀疑 是不是你任人为亲 让我怀疑你管理的能力有问题 这是你去处理吧 这位老板 你大人有大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是有眼不识开山 言语间冒犯你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一家人还都指望着 我这工作养家糊口 求你 求你就饶过我这一回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宋老板 你家要真让这种人 在这当家做生意 那就等着把客人都撵出去啊 本来王主任还指望着自己低头 让赵国庆高抬贵手放过他一马 谁知道 这赵国庆选择了火上浇油 有赵国庆这句话 宋思源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把人给开除掉了 我陪你看货吧 你看看 有没有需要的货物 对了 你家店铺开在哪里 怎么称呼你 今天早晨的事情 真得多谢你 因为我那包里不但有大量现金 关键是还有很多收据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要是真被人抢走了 我损失特别大 我是在英山城开店的 早晨的事情不算什么 谁碰到都会出手帮忙 因为我今天要进货 所以当时走得很匆忙 我真没想到 江城车站那边那么乱 平时我骑时也挺小心的 本来还带了人 却因为疏忽出事了 在商业商 我这进货七折 这漫漫数量会要的比较多 你这方便吗 方便 七折是量大的老客户 我这些货都是自己厂里生产的 有成本优势 哪怕以后你每次来我这边进货 我高兴还来不及 七折 卖得起家里有宠子 自己开了批发部 这么年轻 这种貌又有些熟悉